美食網民的真實晚餐 十二月真是忙到脫脫 本來想著今個月煮不到多少餐子 不成這條片 誰知又有些東西看 本著月煮月糕的精神 一起來看下我今個月煮過什麼 這餐好有家飯感覺 首先每人分到半條滷腸 有一碟肉碎煎蛋角 還有一碟蒜蓉炒菜心 這天拿了現食麥魚碗 混了粟米粒 煎了一碟粟米麥魚餅 點太色辣醬真的沒得輸 因為用不完粟米 所以煮麵絲劇 才倒進去 實驗證明粟米和麵絲真的不配搭 之後那天因為要拍片 所以又煮多次麵絲劇 今次就沒加粟米了 拍片煮不切 唯有在燒尾堂買了兩隻特價豬油雞腿 是就是淡淡肉 分和一般好吃 上個月沒煮過的番茄炒蛋 這餐終於回歸了 滑點點比是高興 另外求求其焗了些銀雪魚 將這麼貴的魚煮得這麼醜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 這天沒煮飯 這餐其實是宵夜來 又是米粉混一滴加幾隻急度豪感 這點不用說 一看就知道是CP蜜汁雞翼 雪櫃沒了可以真的加什麼吃 這天又焗了大陸味茄子 想吃重口味又不想煩的 整去就適合了 因為拍片 所以家裡有平常不會買的鹹牛肉 善良大家的洋蔥黑椒和糖椒做蛋角 啊 誰知道有多好吃 分分鐘可以做本業之星 還搞到我之後忍不住買鹹牛肉回來開門 不好意思 這天又是番茄炒蛋 還焗了一盒鹽焗雞翼 雖然說的變得很噁心 不過想上個月的南餐雞翼 這都算是這樣 這餐用麵士蒸了一碟排骨 因為拍片所以有很多罐頭 所以你吃豆豉鯰魚魚和麥菜 其實我很少煮 還是那把豆豉鯰魚太碎了 其實你們家裡會怎樣做呢 幾個月以來終於煮了第一碗湯 都是青紅蘿蔔 Something 然後找點蠔油和黑椒炒了一碟GOOGOO 最重要上店之前再加少少牛油 薑炒都很好吃 這碗雖然好像番茄炒蛋 其實是有位網友建議的日式和蛋蝦人當地 今餐看來很簡單 不過滑丁丁就高度賺人這盛雞 沒錢買靚雞想用了吉凡雞翼 加了少許魚肚和冬菇 想不到會這麼好吃 另外都是白灑菜濕加蠔油 無緣無故很想吃太陽蛋 用煎醬一人一隻 其實我覺得就是賺上一些甜豉油 才是今餐的精髓 這餐又滑丁丁要求的西勳炒雞柳 難得去點菜我就做氣在全套 連腰果都放了 有碟穩陣的另一碟就可以勾煮 我想吃豆腐又想吃玄西蛋 所以就用玄西蛋包著豆腐 拿去煎醬球狗去打個蠔油蜆 啊 怎知道有多好吃 之前我爛餐說這都沒很高分 這餐逼於無奈要給屎去吃 是多少拍片攤了幾個小時的粉麵 攤到模型那樣多好吃都沒用 另外叫了Joliby想補回素 夠炸雞都算了 但蘑菇飯真的不知為何這麼難吃 更慘得過吃模型 因為上餐吃了屎 所以這餐好用心煮 你看蘿蔔我吸完花花就知道我有多內疚 這都是日式麵士燜豬肉來 重點是蘿蔔 賣完霍介夜第二天才吃真的甜到日心日肺 還有一碟麻醬秋葵 煮得多得太飽到心口 上次的鹹牛肉蛋卻很好吃 所以今天試試拿來炒蛋 和上次一樣加了洋蔥、黑椒和糖炒 不過炒蛋真的不合理 都是炒蛋好吃很多 另外這都是紅燒冬瓜加了少許肉碎 要做有些汁拌拌飯 這天翻到蠔油炒菇菇 旁邊那碟屎邊雞翼是意外眉 其實本身想用鹹牛肉做雪餅不過失敗了 變了油浸薯蓉想救也救不了 維有在雪櫃朝花包試邊雞翼出來救忙 因為之前那天很失敗 所以今天製作了美麗來補素 這碗是滑蛋蟻魚丼 滑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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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好興奮 還有碟西勤炒黑人 今次下了XO再沒那麼悶 之後這餐不是我煮 是我媽煮到嘔氣的冬刺飯 沒理由不表揚一下它 有我最愛的咕嚕肉 我媽煮的咕嚕肉真的很好吃 我家做的不會沒有魚蝦蟹 還有我最愛的白切雞 其實還有很多貼真是說都說不完 重點是這盒Bella專屬的冬吃飯 Bella是我姊姊的小狗 其實那裡只有6個人加一個狗 我媽真是好難誇張 這餐雖然說吃公仔麵 不過都好難豐富 是在媽媽拿回來的瑞士雞翼 還有一刀牛腩 然後自己煮了一碟生菜 話DioDio說想吃雞腿 所以買了兩隻麵醒的回來 腩汁加上玄西拌麵真的沒得談 之後這餐是話DioDio木尾以求的聖誕大餐 她說聖誕節要吃火雞 火雞就沒有了 不斷煮了一隻冰鮮雞給她過過癮 然後煎了一塊大牛排給她 我就有兩塊小豬扒 再搗點蘆筍和薯蓉 其實我覺得整餐最好吃的是捉薯蓉 不過還不斷說是一隻燒雞 在媽媽裡不僅拿了雞翼和牛腩 還有一塊蘿蔔糕 今天就煎了一塊糕來吃 還有之前那天吃剩的半隻燒雞 這餐兩碟都是一點點菜 有蝦仁炒蛋和許想花刀的西近炒雞柳 因為納豆很健康又好吃 所以開始試試吃納豆 不是很習慣不過會繼續努力 看看怎樣吃會好吃一點 這天拍片 所以這餐是已經隔了幾個鐘 用刀爛了的親自當 還有一塊抽筷 這次下了麵士咖大王唱 好吃就好吃了 不過是留了一點點 這天說丁丁無緣無故回來吃飯 所以臨時變了這些東西出來 在雪櫃潛到吉凍蠔和蝦仁 用來煮了咖喱 淋在白飯上面再鋪大辣芝士 沒有炒底焗出來都OK 易得來樣子又騙人 我覺得可以再煮 之後這餐是全年和丁丁吃的最後一餐 有我最愛的蒸魚 還有高級版法的炒蛋 那些不是鑊焦泥 是黑松露醬 加上去中菜馬上變成西餐味 可以賣貴50元 這年最後一餐自己學吃 是納豆飯 加上沙彈黃 蔥花和甜豉油真是易入口很多 看來可以繼續翻炒納豆 嘗嘗可不可以健康點 真是好多謝你們 全靠你們整天post相給靈感我 這陣子煮飯真的有嘗嘗多些不同的東西 我想整天煮飯的人都會像我這樣 有時未必需要一個新食譜 只是想拿點Inear看看可以煮嗎 請你們繼續post這煮飯相給我看 我又繼續拍下我煮了什麼 一起原煮月糕啦 講開又講 不知為何永遠我連糕那麼混的東西 都會好吃過我認真煮那些 你們是不是這樣的 一起聊聊呀 嘻嘻